HPV病毒又稱為人類乳突病毒 是子宮頸癌的致病元凶 子宮頸受到HPV病毒感染後 細胞氧化物的濃度將上升 進而造成子宮頸細胞損害 誘發子宮頸病變 最終導致子宮頸癌 HPV病毒是如何導致子宮頸癌的發生呢? HPV是一種DNA病毒 能夠入侵不成熟的子宮頸上皮細胞中作用 因為這些病毒含有特別的E6以及E7蛋白質 而E6蛋白質會與人體中的 腫瘤抑制蛋白質P53結合 使其失去功效 另外一種E7蛋白質 則會與腫瘤抑制蛋白質RB結合 也使其失去功能 如此一來將導致身體內正常檢視 調控以及修補DNA受損的功能失去 而被感染的細胞就像變了新的男朋友 開始出現了不正常的行為 例如細胞分裂周期混亂 並轉化成具惡性傾向的細胞 所以HPV病毒被認為是造成子宮頸癌 最可怕的危險因子 再次提醒子宮頸癌罹患率 嚴重年輕化 請你務必定期檢查 預防剩餘治療